接下来是到了西瓜的产剧了 为了让每一粒西瓜可以有足够养分长大成熟 结果的时候必须靠人工来输果 每一株西瓜只能够独留一粒果实 而被采下的小西瓜棉 农家觉得丢掉很可惜 特别取来腌制醇饭 而这个酸甜滋味到现在香煎还很受欢迎 收封香农会果宴西瓜 5月初即将盛产 24号上午特地举办了果宴西瓜系列行销活动 第一场西瓜棉年亲子DIY体验 让亲子能够了解 瓜农为了使西瓜长得更好 都会采用蔬果 而每株瓜苗仅留下一颗西瓜 让大西瓜长得头好壮壮 蔬果后的青色小西瓜 农家就腌制成西瓜棉 由于西瓜棉的口味独特 搭配烹煮鲜鱼猪肉等食材 更能够吃出好滋味 办理这个果宴西瓜棉的亲子活动 是我们第一年开始办 那往年我们在 果宴西瓜的行销活动 前缘这个系列活动之前都是 办这个果宴西瓜的这个瘦粉活动 那前面几次操作了以后 大家都对这个瘦粉活动 已经相当相当的了解了 所以今年我们有一些创新 希望把这个果农在瘦粉之后 会有产生这些小西瓜 把它拿来再做利用 那因为我们刚好在这个 果宴西瓜成熟的这个季节当中 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们办理这样的一个 果宴西瓜棉的这个活动 增进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 而参加的贵宾也表示 第一次制作西瓜棉 并不知道西瓜棉 制作出来的过程与方式 但能够清爽制作成品 相当有成就感 这是第一次制作 是 第一次 学习 正在学习 感觉不错 很好 有机会参加 瘦粉农会这样的体验 非常的荣幸 瘦粉香农会总干事 黄启祥表示 在果宴西瓜行销期间 也欢迎大家预购果宴西瓜 价格也会有特别优惠 果宴西瓜棉的这个体验活动开始 就是我们的这个西瓜的预购开始 那一直到我们整个西瓜开园 这段时间都是所谓我们走预购制 像今天参加活动的 我们除了体验相关的这些食材 相关的器具 还有保险之外 我们今天参加这个果宴西瓜活动的 就是还有赠送一颗A3的这个果宴西瓜 而且是宅配道府 而最简单的西瓜棉料理就是加蛋 打下几颗蛋搅拌 加点盐煎熟 好吃的西瓜棉炒蛋就能上桌 是许多小朋友的最爱 保证一吃就上瘾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许多小朋友的小朋友的小朋友的小朋友